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通常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 我常常比喻 其实我们就很像在做侦探一样 那博物馆里面有很多的这些物件 在过去没有被关注 没有被展览 然后没有被研究 透过我们的视觉上的观察 以及我们对于 整个国教艺术史上的认识的 这个背景知识 我们拿我们的椅子 然后透过我们的眼睛去观察 然后最后破解了一些问题 然后我们把这些作品的年代 跟地区给确定下来 我自己喜欢我们在展规里面的 大概是西元七世纪的时候 克什米尔地区的一个佛力响 虽然体积很小 但是它的所有的细节 表现得非常的成功 它整个这个造型 可能一开始会疑惑 到底有没有 这个佛到底有没有穿衣服 其实是有的 但是它穿的是很薄很薄的一个袈裟 它把那个很薄的袈裟底下的人 应该说身体的结构表现得很清楚 薄衣贴体同时又凸显肌肉线条的写实表现 正式继承公元一至三世纪 古印度贵双王朝时期 建陀罗与木陀罗地区两大造像中心的风格 现在所谓的建陀罗佛教艺术 它所在的地区就是相当今天部分的阿富汗跟巴基斯坦 我们考古也知道 在建陀罗地区有很多希腊的殖民地 所以说会膜拜神像的希腊文化 有可能也会影响到那个地区的佛法传播 佛像造像是这样子在那个时空背景下形出来的 建陀罗的佛像呢 其实你就把它当作是希腊的阿波罗神的一个特征 它的这个眼睛基本上就是性眼 然后鼻梁很高体 那么嘴唇比较薄 最重要的是它的头发 有很明显的大波浪的大波浪法的特色 就是让人家一看到这个脸孔的时候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西方人的脸孔 他们这穿的衣服的话 喜欢穿通肩式的袈裟 就是它那个布是把两边的肩膀包住的 然后所以它顺着这个布垂下来的时候 它会有这个偏一边的这种V字形的这种衣纹 但是莫兔罗这个地方呢 靠近中硬度 它气候上可能就比较热一些 所以莫兔罗的佛像 它薄衣贴体 我们就会看到非常赤裸的一种肢体的躯干的这种感觉 那么莫兔罗的佛像的话呢 它就比较是印度人的印象 而且它大部分的头发是磨光的 然后它的眼睛很大 大大的瞪着你看 然后呢 这个嘴唇呢 很厚 然后它整个脸型呢 圆滚滚的 很强壮的一个男子的肢体的这种感觉 所以它肩膀比较宽 胸口非常的厚实 这个西北印度的剑陀罗的佛像啊 它的影响力非常的大 那么到了它传进了 往东传进了这个新疆地区的时候 那么它基本上呢 保留了很浓厚的剑陀罗的味道 那么比较明显的一个界线应该是在吐鲁番 在吐鲁番以东的地方 它就跟汉人的文化有更多的密切的这种对话 所以说这个佛像不管是脸孔 不管是这个服装上面 着装的特色都产生了一些不同 这一转的汉化特色的话 可以说是这个佛像传进中国之后的 第一次的这种变化 我们看到它服装是不是改变了 它这种衣服叫做双肩垂领的这种样式 或者这个内衣内裙的地方呢 它还有这个绳子绑起来 然后垂下来的 所以这种服装基本上就是当时 这个文人世代夫穿的这种服装 对 所以它这种我们称为汉服 然后佛像的建造 它造出来是能够射受那个地区 那个时代的信众的心 所以说赵佛像他的风格 他的甚至脸部表情 应该都是要符合当地当时信众 所以很自然就会呈现各个地区 不同时代不同的风格照相 大家来看一下这两件造像 所谓的就是高棉帝国 也就是相当于现在建木在跟泰国这个地区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脸 整个脸那个鼻子比较扁 嘴唇比较厚 会发现其实它就跟我们那个 无歌哭所谓的高棉的微笑 那个脸的脸型是非常像的 那还有他们穿的那个服装 这两件虽然有一点差别 一件是有皮夹衫 一件是有上身的 但是他们的这个所穿的那个底下的 那个裤裙是那个所谓就是比较薄 比较贴身的那种南亚东南亚地区 所以天气很热 所以从这两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佛教它传到那个就是不同地区 然后特别以这个例子就是说 东南亚地区的时候它本土化的一个过程 绝大多数的佛像受不同人文风俗影响 有不同的褐色样貌 在信仰藏传佛教的地区 佛像形怒的定位比例 则深受佛说造像良度经这部经典的影响 但不论佛像是何样貌 佛陀造像出现后 佛陀在宗教信仰上的形象也悄悄转变 在每个时代其实都有很多大灾难 民不聊生或者说是众生是苦 这个在很多时代都是产生的 在这种情况下 信仲想要有一个像神一样的佛 来救我 这也是很自然的 所以说也许是因为这种地理 历史文化环境背景下 所以神佛的信仰应该也就产生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慈悲射受 这也是佛教 佛教慈悲 然后能够度化众生的一种方便法门 那么佛陀对信众来说 究竟是人还是神呢 在我们中国文化当中 神佛 佛跟神 有的时候联想在一起 在佛教里面也承认 这世界上有很多的神跟鬼 神跟鬼包括像动物 它都是六道的众生 天道的信仰 基本上就是民间当中所说的神明 虽然它是属于善道 但是这个福报响尽 它还是有可能落到人间 甚至堕到恶道 所以在佛法的认知里面 这是不究竟的